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律师 我们陪着大普自救会的乡亲 我们受行政院长吴敦毅 吴院长的邀请 我们进入行政院第一招待室 我们在三年前的8月17号 我们得到了两项重要结论 第一项结论 那就是原屋原地保留 第二项结论 那就是农地集中化射 我相信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三年之后 他有没有来履行他的承诺 他没有履行他的承诺 他更进一步的 当我们的人民 当我们的大普的乡亲 当我们的年轻学子 当我们这些好朋友 我们共同站在马路上 向这个政府表达我们不反的信誓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 你们要理性 他跟我们讲 你们要冷静 各位好朋友 当这个政府没有办法来履行 他三年前对于人民的承诺的时候 请问他有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要理性 没有 他有没有资格 没有 这是一个虚假的政府 这是一个欺骗 这是一个说谎的一个政务 他没有资格来要求我们要理性 反而是我们 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我们今天站在凯特格兰站到前面 我们之后每一年都如影随形 我们要求马无将流 你们要理性承诺 你们要理性 好不好 各位好朋友 现在我们的政府 不论是中央政府 或是地方政府 每当我们听出不一样的声音 他都跟我们讲我是依法行政 就这四个字 依法行政 各位好朋友 刚刚有我们的之前的演讲者 来跟各位讲 法律必须要合乎宪法的规定 对不对 对 我要跟各位讲 大浦这个个案 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制度 一个是都市计划 一个是土地征送 我跟各位讲 我们的都市计划法 重要的修订 是在民国62年完成的 各位特别期待这个时间 民国62年 我们现在履行的区段征收 尤其是底价地支的区段征收 它是规定在平均地前条例里面的 第53条 我要跟各位讲 他从事计定的 是民国75年计定的 盼请大家记得这个时间 一个是民国62年 一个是民国75年 我问大家 我们什么时候解除戒严的 我们是民国76年 解除戒严的 我跟各位讲 都市计划法 土地征送条例 平均地前条例 有没有在民国76年 针对这些重要的规定 进行修改 有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我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 是仍然存活于 过往的戒严体制里面 大家知道吗 因为都市计划法没有修订 因为平均地前条例没有修订 因为平均地前条例没有修订 我们现在所履行的都市计划 我们现在所接行的区段征收 像大福这个个案 他所谓的 一一法行政 一一的法 就是在戒严实习 所定下的法 他没有在民国76年 我们解除戒严之后 他有 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定政 重要的地方 其实都没有改 所以 我要跟这个政府讲 当你没有在戒严之后 根据宪法的规定 回归宪政 来修正重要的法规 我要跟各位讲 他有没有资格 来说依法行政 他有没有资格说依法行政 因为这个法 都市计划法 平均地前条例 他都是在戒严实习 做重要的修订 所以今天 站在这边 站在这边 这么多的一个根案 从大谷 華光市区 还有很多很多 机场捷運 台南地下化 这些重要的根案 其实他所依的法 都是在戒严实习 所定下的法规 各位好朋友 这个我们能不能接受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因此我们今天提出 所谓的猜政府 我们要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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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戒严体制 我们要猜 这个古老 没有修订的 法律体系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更要猜 根据这个戒严体制 根据 这一个 没有修订的 一个法律 所建构出来的 骯髒 污秽 立方派系 黑箱作严的 土地利益体系 好不好 好 好 这是非常重要 不符合 先行民主宪政的规定 各位好朋友 我们今天站在这 我们今天站在这 更重要的 我们心中有爱 我们心中有盼望 我们心中 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望望 我们对我们的土地 我们有望望 我们对我们的土地 我们有厉害 我们对我们大伯去死亡 我们对我们的土地 这么多人 我们心中 都有爱 我们把他们关怀 我们跟他们关怀 我们跟他们站在座位 因为 他和我们同样 都是站在台湾 这个土地的一个住民 他和我们同样 我们都是台湾的公民 我们应该有我们的选择权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有我们的选择权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公共政策 决策体系 尤其在都市计划 尤其在土地征收 我们的选择权 有被尊重吗 没有 他们的心声 有被纳入这个决策体系吗 没有 你看那些都委会的委员 找出了 都是政治现场在认为 他们真的能够反映出 真正的公共利益吗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真正来体现 什么是公共利益 因此 各位好朋友 我们今天 除了谴责这个政府之外 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城市 我们是有理性的 我们是要求实施宪政的 更重要了 我们心中有爱跟盼望 你说对不对 让我们永远记得 在我们的心中 对台湾所有的人民 我们心中都有爱跟盼望 不因为他的职业 不因为他的阶级 不因为他的教育的程度 我们心中都关怀他们 因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加油